我们那集台中联社 吴聪明老师他有开示 关于烦恼习气 有两个公案为正 大论云舍利弗往昔为首 称害国王 一人收手 令吸毒气 若不吸则继续入火 舍失辽云 我独已晃 银河更吸 继续活食 已有善恶不相反顾 故得胜果 有以称也 这就是舍利弗今生所矣 有有称之习气的溯源 我们以前讲过舍利弗 他还是有习气 这是吴老师集的 台中联社所集的 第一个公案 那我们先解释这个公案 舍利弗曾经有一次 一位狮子 送了美味的食物到僧团 那时候有一位年轻比丘 还在外面脱波 那狮子就将食物平分 供养众生 那么也为这个未归的这个年轻的比丘 留了一混 但佛陀他有规定 不禅十戒 什么叫不禅十戒 就是说今天的 这个食物呢 都要当天吃完 过了中午就不能再吃了 那么其中有一位跟舍利弗同住的这个年轻比丘呢 还没有回来 有人就建议舍利弗啦 张老 你就要过五啦 年轻比丘这份留作也是浪会嘛 佛陀说不禅十戒啊 你就把它吃掉了 舍利弗呢 想想也有道理 就把那一份的食物组绝以后 就吃了 结果没多久 那位年轻比就回来了 舍利弗就告诉他说 钢仔是怎么样啦 已经用灾了 可是你还没有回来啊 告诉他经过 有人欠我就顺便把这份都用掉了 年轻比就听了不欢喜 说了好处的东西当然想吃啦 大家都想吃啦 舍利弗听得很不舒服 舍利弗呢 这么难听 好像他嘴馋一样 于是他就说啊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吃煮嚼的食物 我就是要用牙齿来煮嚼这个食物了 我不要啦 从那时候起啊 他真的不再吃这个煮嚼的食物了 时间久了 大家都为他身体担心了 不知如果是好 或者看他重笔就交头接油了 你们在谈什么啊 其中有个弟子啊 就如实地告诉佛陀了 佛陀说 这是舍利弗以习未尽啊 啊 这久远久远 有一位国王呢 被这个舍咬了 人家就赶紧请这个御医呢 来治疗 来治疗啦 那医生就说啦 治疗的方法有两种 一个是把手抓回来 让他把这个毒液再吸回去 那他就不会有生命危险 另外就是说药物治疗 不过呢 用药物治疗时间可能比较长 那么就觉得说用第一种方法比较快 就把那个舍抓回来 想尽办法就要让他去填回那个毒液 但那条手就是不肯 仲大臣呢 又生起了一堆火啦 想要逼他救换啦 那条手呢 连个爬到火堆去死 他也不愿再填那个毒液回去 但也有人讲说 这条手是咬了一户人家 那人家请了医生来 这两种说法 都可以啊 艺术是一样的 我都说啊 那一条手啊 就是现在的舍利弗啦 那位医生呢就是我啦 那一条手临死都不肯吞下一口闷气啦 同样现在舍利弗 也因为这个年轻比作的一句话 他就不再吃这个主角的食物啦 这种习气不是很像吗 啊 所以呢 人啊 没有到佛菩萨毕斯佛的这个境界呢 都还有这个习气 所以呢 我们修行呢 就在修正我们的毛病习气 凡夫之所以是凡夫呢 就是无名习气呢 还不能够弃除 啊 所以啊怎么在哪里修呢 在根层接触 我常常讲在六根队六层 在人我世会之中呢 断这个习气 啊 啊 这个是我们讲到舍利弗的习气 再來第二个公案呢 啊 啊 所以开口呢 闭口呢 闭然不忘高傲口气 此祭是必领且不错呢 悠悠慢之习气 他要过这个恒河 他要过这个恒河 那恒河的水很急呢 他就跟那个恒河省说 小臂小臂 祝祝祝 祝祝 断流就是让河流祝祝 让他走过去 祝祝祝祝 河流祝祝 他就叫小臂小臂 他应该称他恒河省才对啊 他就小臂小臂 那个恒河省就很不高兴啊 就去跟佛陀报告啊 他跟佛陀说 我现在已经恒河省啊 我以前是小臂没有错啊 可是我现在是恒河省啊 那必领且不错怎么一直叫我小臂小臂呢 佛陀啊 就 告诉你恒河省啊 所以必领且不错呢 他五百次啊 做普通门 而且都是富贵人家 那你曾经有一次呢 做他的小臂 他知道 你做他的小臂 所以他给你死犯习惯了 你曾经过去做过他的小臂 臂谱嘛 所以他现在开口臂谱就是 不忘高傲的口气啊 他有这个慢心的习气啊 后来佛陀就告诉 必领且不错说 必领且不错 你跟那个洪河省道歉一下 你这样不对啊 他态度不对 那必领且不错就 然后 当着佛陀的面就跟那个洪河省说 小臂小臂莫省莫省 他说小臂小臂你不要生气 小臂小臂莫省啊 佛陀旁边的众弟都哈哈大笑啊 他还是改不了习气啊 佛陀说你看吧 他说真的有诚意跟你道歉 可是那个习气还在啊 你看小臂小臂莫省 他还是 还是又讲出来啦 这就是阿罗汉他还有习气在不好断 到彼此我才断掉